如来佛祖头上的卷发究竟是什么玩意儿?为啥其他罗还没有?甚至连三大佛祖之一的弥勒佛都是个大光头,怎么就如来和燃灯古佛有呢?而且有了这头卷发,连孙悟空都不是如来的对手,这又是为什么呢?今天咱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如来佛祖和燃灯佛祖头顶上的那自然不是什么卷发,而是受祭,是一种神圣的法相,出家需要剃度这个戒律呢,严格来说还是如来创造的,我们都知道这如来佛祖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他在35岁那年大彻大悟,创建了佛教,剃掉了自己所有的头发。 佛教的概念里啊,头发呢代表着三千烦恼丝,代表着在城市间所有的烦恼和欲望,剃度呢意味着与城市所有的烦恼做一个了断,另外身体发福受之父母,剃度的这个行为呢也代表着与城市间所有的感情做一个了断,如来在出家的时候呢的确是光头的形象,如今啊满头肉绩的形象是一种呢叫做肉绩像的法相,在繁文里呢也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做 乌色逆杀,这种看起来很特殊的相貌呢在佛教里面啊是一种尊贵对象,可不是随随便便一个僧人就能拥有的,而是呢高僧专属代表着修为,也代表着地位,你看如来坐下的十大弟子大部分啊也都长着这样的肉绩,这代表他们的修为啊已经达到了某个境界,能够呢化作肉绩像,如果仔细辨别的话会发现如来头上的肉绩会比他的徒弟更高更大,那是因为啊如来的修为 更高深,修行的时间呢也更久 同为三大佛祖,为何弥勒佛画风不一样?不管是如来还是燃灯,他们都有肉绩像,都是佛祖佛教的典范,也的确啊 得有肉绩像这般法相,才能呢更好地衬托出他们的地位 但弥勒佛头上光秃秃的,难道说是修为不够吗?总不能是疏于修习,死下偷偷摸鱼了吧 弥勒佛头上啊,没有肉绩这件事,其实呢有几个不同版本的说法 在民间的认知当中呢,弥勒佛祖的化身法相就是啊浙江的布袋和尚 这布袋和尚呢,长得啊,是矮矮胖胖,肚子圆滚滚的 平日里呢,总是用一个木棍挑着一个大口袋,四处化缘 布袋和尚与寻常化缘的和尚不同 别家和尚啊,干干净净,以身僧衣,坐入中,窄如松,身姿挺拔 再看着布袋和尚,总是啊,敞着肚子,不是坐着,就是躺着 整天笑嘻嘻的,看着呢,挺没正形 但预测祸福啊,却非常的灵验 这造型,这严谨举止和弥勒佛是不是别无二致啊 布袋和尚缘济的时候呢,迎离去济语 道出了自己的真身,就是弥勒佛 正因为如此,弥勒佛的形象啊,也就定格为我们认知的布袋和尚的形象 这才没有肉计,也有人说呢,不管是如来佛祖还是然登佛祖 他们都是啊,从印度飘洋过海而来的佛 形象呢,自然也能看到印度的影子 印度人啊,天生自来卷 他们的佛祖啊,自然也有长得像卷发一样的肉计 但弥勒佛不一样,弥勒佛呢,是本土佛 中国的和尚哪有不剃度的 个个啊,都是光头造型 弥勒佛呢,当然也不例外 佛本相,以众生相为相 所以啊,即便同为三大佛 弥勒佛的形象也与其他两位截然不同 弥勒佛三十二法相,为何偏偏没有肉计相 根据佛典记载 弥勒佛呢,可随意变化三十二种不同的法相 可这肉计相啊,却也的确没有出现在世面前过 最大的可能呢,或许是弥勒佛啊 尚且还不是佛 弥勒佛呢,是未来佛不在过去 并非现在,存在于未来 若其实呢,与一些佛经故事相吻合 弥勒佛呢,是如来的弟子 目前的修为啊,只是菩萨 未来会成佛 所以现在呢,并没有佛祖真身 可以理解为预言中的佛祖 也可以理解为考核期的佛祖 修完该修的佛,才能有那福德之相 弥勒佛呢,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佛祖 那他的头顶啊,自然也不会长出肉计 不管是怎样的世界体系 想要往上进步,那就得不断努力 仍如此,佛也是一样 释迦摩尼修炼成庄严佛祖的时候 解释过佛祖的佛像 每修一百佛,才会有庄严一项 可别小看这一百佛啊 一个佛呢,就已经是很大的一个概念了 比如说呢,治好一个盲人的眼睛 不算一佛 治好很多很多盲人的眼睛 才算啊,修到一佛 这还不算 菩萨在修行的时候呢 还有历经一百大洞节 这样呢,才能成就好相 如来修了三千两百佛 历经九十一节 终成佛像 弥勒佛呢,离成佛啊 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毕竟啊,如来光是度这节 就花了十万九千六百年 说个题外话 佛经记载 玉地能做到如今的位置 一共立了一亿三千两百节 每节耗时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当真不容易啊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留言区讨论 期待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